请大家恭敬和掌 我代表大家请诗中开始 各位上师 教授师 各位法师 各位同盟 大家晚安 刚刚我们听的是 联姻上师 他讲这个不住心 那么我曾经在这个 观照雷尚寺 那么请一位同盟 当场敲这个钟 现在也是请一个同盟 当场敲钟一下 拉一下那个钟 让他响 现在我请问这个联姻上师 你有没有听到钟声 有还是没有 有 有 打有就是被声音绑住 他刚才讲这个不住心 心不住声 不住什么 你现在打有 不是被声音绑住了吗 那么你现在呢 有没有听到钟声 请你再打 有啊 有 那你绑了好久 他绑了不放 这个被绑 跟没有众生的 他还打有 所以可见 他是很可怜 他有形象在他面前 他也被绑 没有形象在他面前 他也被绑 众生就是这样子被绑 所以佛讲这个 无住心啊 不住 无所住心啊 是很难的 这个都是很困难的 当然这也是 这个禅 禅宗的一个道理 这禅宗的祖师啊 要启示 所有的弟子的时候 他会用一种东西来 给你这个启示 然后何以那个奇迹啊 那个奇远成熟 你悟到了 什么是无所住心 真正悟了 那个时候才算开解 所以不管你是讲有 不管你是讲无 这个禅师啊 都有办法 把你博倒 你讲有也不对 讲有就被绑了 讲无 你是龙子 你没听到啊 他刚刚没有了 你讲有 他就讲说 你看 你这个声音 一直留在你心里嘛 你一直没放嘛 所以还是有 你讲无呢 他说你被无绑住了 你没有听到声音的时候 你就 你就没有了 那么你的心啊 是出声又灭 出来 听到了就是出声嘛 没听到就是灭了嘛 就没有了 那你的身体跟你的心 都还是在 起起伏伏 跟浪涛一样 所以现在 问大家 什么是无所住心 你们都 都没 答不出来 我一样也是答不出来 这个是很难解释的东西 无所住心 是很难很难解释 当你明白心的时候 你才能够解释 你明心的时候 真正明了心 才能够解释 所以将来 我复法的时候 会把这个心 如何明心的道理 教给大家 然后呢 也会把 如何看见佛性 教给大家 那个就是 复法的时候 但是 复法 不能公开 像这么多人 这样子讲 按照这个 禅宗的复法 是这样子的 就是 好像 他只复法给一个人 那么那一个人 就要跑 为什么要跑呢 因为会被 所有的同盟 给他掐死 因为大家都要得到法 那怎么办呢 那师尊想出一个办法 将来复法的时候 复多一点 因为他会找不到目标 那么今天 他们这个联印上师 请法 他请的法 是 瑶池金母 瑶池金母 本来传法 最近传的法 一共有八大法 一共有八大法 有八大法 有八大法 瑶池金母八大法 那么我今天就讲这个 瑶池金母七大法 其实每一个法 他的传的 都是很简单 很扼要的 那是关于我们 每一个人的身体 每一个人的身体 因为他教我 那么我在教大家 那么等一下也是要给大家 做瑶池金母 这个七大法的观点 那八大法呢 八大法我会稍微再讲一下 稍微简单地再提示一下 原则上讲起来 这所谓瑶池金母的这个八大法 我都不讲的 不讲 那今天晚上这个同修的时候之前 他们几个上师就联合起来 联合起来说 要跟大家讲一讲 这样子讲清楚一点 跟大家讲 我一想是对大家有帮助 我不能够把这些法 这个藏起来 真藏起来 只我一个人用 那么不给大家用 我觉得 瑶池金母是很慈悲的 但是他也是很严肃的 严肃的 他的元素 是从古以来 他就是本身是一个很正直 很严肆的 一位很古老的神仙 那么所有的 一般的仙众 所有的神仙 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看过神仙 能够在瑶池金母之上 所以真正在救度众生的 是瑶池金母 但因为他的救度众生 除了慈悲以外 还有他严肃的 一面 所以千千万万 你不能把瑶池金母 很简单 很轻易的去 轻视他 或者是去利用他 因为他的果报 非常的迅速 果报非常的迅速 你看他在果报的时候 像那些所有的瘟神 我讲过瑶池金母 所有瘟神都是属于他掌管 瘟疫都属于他掌管 他喜欢的时候 轰调已顺 他不喜的时候 就偏地瘟疫 你看那时候的SARS 那么厉害 SARS很厉害 再怎么年轻的 碰到那一种细境 他就完了 但是 你们看了书就知道 师尊去求瑶池金母 他就拿了一个 很小的 像大拇指大的一个 这个小白袋子给我 他说你这个拿下去就可以 结果我就拿下来 也没有怎么样 就SARS就没有 那瘟疫就没有 那么还有呢 像禽流感 还有很多的这个瘟疫 所以我们要攻进瑶池金母 瑶池金母有大法力 它可以使众生的灾难 消除于无形 现在我讲这个八大法之一 现在开始讲 这个瑶池金母 这个痣 癌 跟瘤 的 秘密法 这个我只有用 以前我只有我在用 我从来没有传过这个法 其实很简单 一样要观想瑶池金母 他带着 哄官 瑶池金母带着哄官 所谓哄 是一个鸟 那么他这个 前面有个哄的这个头 含着珠子 含珠 哄官 有的哄官呢 是 很多珠子垂下来的 那瑶池金母的哄官 你观想一支哄 在瑶池金母顶上 垂着之子 你要念 要观想要念 待哄官 那么 他在传我法的时候 我那一尊瑶池金母 是拿着仙桃的 拿着仙桃 你就讲 持仙桃 我以前都是讲台湾话 我如果在吃极的时候 我都说台湾话 我说台湾话 地宏官 然后观想出来 卡仙桃 亚仙桃 我就念这三样 地宏官 卡仙桃 亚仙桃 就是这样 他持的是这边吗 还是持这边 这边 对 在右手 OK 你要看你自己的 瑶池金母是怎么持的 你家供奉的瑶池金母是怎么持的 他带宏官 哪如意 持仙佛 佛城 地宏官 铁仙桃 亚仙桃 我以前是这样子念 其实那不叫帮宋 帮宋是打蚊子 打佛城 哪佛城 但是我念都是帮宋 帮宋 我们台湾话 然后念他的名字 因为你要知道 瑶池金母的形象 就是带宏官 那么持足矣 哪如先佛 先述 不可以说帮宋 我都说帮宋 不过讲久了 他也知道 然后就观想 瑶池金母的形象出来 念他的名字要三声 南无瑶池金母大圣 西王金母大天尊 或者是简单一点 南无瑶池金母大天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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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念三声 念三遍 然后你哪里长瘤 哪里长cancer 好像是说 你在肝的地方 长肝 肝的瘤 或者是肝的癌 你就摸肝的地方 一只手要摸着 肝在哪里 右边 右边底下这里 OK 我搞不清楚 左右 我不知道 肝在哪里 我知道肝跟胆 好像是在一起 所谓肝胆相造 以前有肝胆相造 肝跟胆在这里 你脖子上 长瘤 你就按着脖子 你头上长瘤 就按着头 或者你这个肩膀上 或者是你的哪里 长 长瘤 长不好的东西 你手就按在那个部位 然后开始观想 观想那里 那个瘤 变成一个密封的封槽 密封的封槽 香手 这样听了有没有 封槽 封槽就一个洞一个洞的 很像这个松果 很像松果 封槽很像松果 这样子 你按着那个地方 把它画成一个松果 然后观想 那个松果里面 那个洞槽里面 很多的密封飞出来 很多的密封 从那个洞槽飞出来 然后念 瑶慈金母大天尊 南无瑶慈金母大天尊 南无瑶慈金母大天尊 念三声 轰 轰 轰 三个轰字 那个时候你就观想 那个轰槽 里面的密轰 就飞出来 那么每一天 你一定要坐一次 每一天坐一次 固定的时间坐一次 每一天坐一次 一天坐一次 这个时候 天天坐观想 天天坐这样子的坐 你那个瘤 跟那个癌 它就慢慢的缩小 最后就消失掉 一定要有恒心的坐 而且一定在瑶慈金母面前坐 坐给他看 观想他 然后你一定要把我这个癌 跟瘤 给他消除掉 这是我在做的法 我没有告诉过 人家 还有问题吗 你们 传议一下 因为他坐得太远 就是被逼的嘛 被几个上师讲说 一定要讲啊 本来这个是秘密的 秘密的 一定要念 地空观 掌握住意 牙仙树 咬地金标 待天尊 三生 然后手按那个地方 把它变成空巢 密封 全部从空巢飞出来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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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还有问题吗 这是第一个法 才讲第一个法 因为我在台湾供奉的那一尊是哪 仙桃的 你看看你家里供奉 那个到底是哪 如意还是哪 仙桃 你要看清楚啊 我家 因为当初我 好像是说允居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在台湾 那么我去请了一尊 瑶仙金母 刚好这尊瑶仙金母 是哪所仙桃的 所以我就念哪仙桃 所以你们要拿 供奉 看你家的瑶仙金母 是他拿什么 你就念他手持什么 你有问题啊 这个我就不知道 因为这是瑶仙金母教我 因为我坦白跟大家讲 我在那一段时间 也有掌过东西 但是我用了这个方法 把它消除掉 那是瑶仙金母教的 这是秘密的 不能讲出去的 所以今天你们在这里 都是比较有缘分的 比较有缘的 怎么 比较有缘分的 一定要有诚心求他 因为我发觉 瑶仙金母 她很喜欢人家求他 我平时也很少求他 我只有很重要的 我才求他 但是他都是有求有应 那么第二个方法 是治眼睛的方法 治眼睛的 瑶仙金母 他告诉我 这个眼睛 我稍微也有跟大家提过 因为总是自己修 自己得 然后没有告诉大家 心里就很难过 总是有这一种 好像是说这种心 要把这种法告诉大家 瑶仙金母 希望瑶仙金母能够体谅 弟子的心 这个实在是 利益众生的法 就应该要讲 每天你清晨起床 清晨刚刚起来 眼睛刚刚张开 你坐在床上 你可以先闭 把眼睛闭起来 然后开始旋转眼睛 也就是向右看 然后向上看 向左看 然后向下看 再向右看 再向上看 再向左看 再向下看 这样就两遍 旋转你的眼睛 眼睛闭着旋转 一直转 一遍 两遍 三遍 四遍 五遍 六遍 七遍 八遍 九遍 十遍 十一遍 十二遍 十三遍 十四遍 转十四次 顺着时间 顺着时间 转 顺时间一直转 转十四次 这时候眼睛转好了 十四遍 以后你眼睛还是闭着 然后你要观想很远很远的山 山中有树 静一下子 然后把眼睛猛然张开 张得越大越好 猛然张开 看得很远 虽然你睡的床前面是墙壁 你也要把眼睛装成看得很远 透过这个墙壁去看到很远很远的山 很远很远的树 姚慈金母说 这就是眼睛的运动 很少人知道 眼睛怎么运动 没有人知道 到今天为止 也很少人谈到眼睛的运动 大家都讲 身体要怎么运动 怎么运动 没有人讲眼睛运动 姚慈金母讲 你眼睛这样子运动 可以避免 清光眼 白内障 可以避免 你的这个视力 将来魔符啊 或者视力啊 老发啊 或者是近视啊 眼视啊 什么视都有 什么黄斑症 眼睛也有什么黄斑症 老化了 那么你这样子做 就是眼睛的运动 从现在开始 你们眼睛就有运动 一天只要一次 不要时时 不要时时这样子转 反正大家看到你 你眼睛闭着就在那边转 看你久了 突然一张眼就把人吓死了 大家记住 这是你眼睛的运动 起床就做一遍就可以了 一天 一天一次 做完了眼睛的运动 做牙齿的运动 牙齿也有运动 牙齿不是刷牙吗 不是用牙线吗 不是用这个清洗吗 水吸法 什么吸法 不是的 牙齿也有运动 在道家讲 扣尺三十六通 闭着嘴 三十六下 好了 可以下床 可以起床 你这样子就是 牙齿的保健法 三十六下 一天只做一次 就是牙齿跟牙床的运动 牙龈 牙齿 牙床的运动 可以保持你老的时候不掉牙 他年纪大 牙齿就掉牙或什么 但是如果有细菌 蛀牙还是要去看牙科 蛀牙要看牙科 或者是牙 这个在美国 那个牙齿都是 你说我第一次去看 去看美国 那个牙 他没帮我洗牙 第一次去洗牙 去美国看牙医师洗牙 那牙医师他就问我 他说你一年洗只吃牙 我跟他说 意思就是没有 我牙痛才看医生 没有 我从来没有洗过牙 真的我在台湾没有洗过一次牙 台湾人好像没有 现在是有洗牙的习惯了 以前是从来没有人去洗牙池的 只有牙痛才去找牙医师的 我到了三十八岁以前 还不知道洗牙是什么 来美国才第一次 我这样比试 是说没有 他以为五次 牙齿很重要的 这是牙齿的运动 这是三 牙齿筋募 第三法 第三法 你知道人老的时候 什么先开始坏 人老的时候 什么先开始坏 耳朵 耳朵会开始听不见 就重听 年纪大的时候 眼睛 牙齿 耳朵都会开始 所以他教我耳 明耳鼓法 明耳鼓 就是七的倍数 每天你要做的 腌住耳朵 弹直 把耳朵 把耳朵淹起来 然后弹直 要七次 或者十四次都可以 那时候你耳朵会听到 像打鼓的声音 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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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下 有没有听到 有没有听到 有 声音很大 就是这叫明耳鼓 明耳鼓 一天坐十四下 你老到老 你都听得见 不会有这个重听 重听的毛病出现 这个是耳朵的运动 那几个法 第四个 我们现在最害怕的就是 再来就是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 这很容易走掉的 你这个晚上睡一睡啊 心肌这边塞住了 那就第二天 就不用下床 很便当的就走了 这个就叫心肌梗塞 那么心肌梗塞 姚石金母是这样子讲的 你经常啊 这个做运动 这胸腺 胸腺五十下 胸部啊 我们知道胸部这里下来 这叫胸腺 胸腺 一定要用大拇指 那时候啊 没有穿衣服 你要做这个的时候 不穿衣服 也就是说 这个 在洗澡之前 可以啦 在洗澡之前 然后 对着这个胸部这边 胸腺 胸腺就是中心腺 要猛力的 五十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阿弥陀佛 刚好是十下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阿弥陀佛 二十下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阿弥陀佛 三十下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阿弥陀佛 四十下 五 二 三 四 五 六 阿弥陀佛 五十下 要做五十下 这个就是让你的心脏的各其他的血管 周围的血管 能够畅通 能够柔软 能够畅通 不会被阻塞 那这样心肌梗塞就没有了 这是洗澡的时候做的 洗澡的时候 洗澡的时候做胸腺 胸腺 胸腺 因为你要脱光 才能够按摩到这个胸腺 然后再来呢 就是双手合掌 这个擦的火热 擦的很热 擦的很热 擦的双手合掌 有点热了 再按摩 肌轮 这个肌 肚肌 肚肌的 先这样子 十四下 力量要大 力量不是很轻的 力量就是说 你把它按 也不是用按的 用摩擦的 摩擦十四下 然后再来 这边摩擦十四下 就可以了 这是第几个法 第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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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做什么的 这个有好几个功用 能够让你在修法当中 升起着佛 比较容易升起着佛 第二个 这个男生 男生 他就是 能够无肉 能够无肉 就是说 你在 你做这样子的话 必须要有恒心 这个一做就是要 做永远的 要有恒心的 刚开始的时候 我不敢讲说 你就能够无肉 或者是说 你梦中就能够无肉 或者是说 你一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刚开始的时候 好像是三个月 再来半年 再来 好像是说 九个月 再来一年 再来整整一年 两年三年 通通都是无肉的 连梦中也不会 这是讲男生 那么女生有什么作用呢 女生 他可以一般来讲起来 叫做调经理气 我们中医师常常讲的 叫调经理气 调经理气 那现在我们坐在这里 也有很多 也是等于是说 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就是理气 前面那两个字 调经就不用了 剩下理气 理气就是让你的气顺 刚刚那个 这个联印上师讲说 这个气不平 心不平 你这样子做了 就把你的气顺畅 那个济伦这边的气是第一个最重要的 你济伦的气顺了 基础就有了 这个修内法 就是靠这个 那你如果是大肚子的怎么样 你不能叫他这样子 磨啊磨啊 小孩子给你磨出来 大肚子的 比较暂时不用了 暂时不用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理气 跟理经气的一个方法 其实很简单的 激伦的运动 称为激伦的运动 十四下 这边十四下 那就是在洗澡的时候 洗澡的时候 有问题 对于是右手十四下 左手十四下 也是一下子而已 都是一下子的功夫 这些方法都是一下子的 不是时间很久的 叫你坐在那边 一坐三个小时 完蛋了 都是一下子就结束了 那么再来呢 就是肾脏的运动 一般来讲 我们讲说那个肾脏 哪有什么运动啊 肾脏本身来讲 没有什么 肾脏要把它持久 就是说把肾养好 要顾肾 保护它的肾 保护肾 要顾肾 也是一样 双手摩擦要到发热 然后按住你的这个后面 这个肾脏的地方 上下摩擦 我是一百下 因为一百下 手就好像有点酸 一百下 一百下 实在是有点酸 一百下实在是有点酸 那你双手这样子 每天永恒的这样子做 你就可以保护你的肾脏 保护 而且兼顾你的肾脏 因为我父亲肾脏不好 我父亲现在也是 肾脏也已经不行 那么我母亲是高血压 那么我也害怕 因为有遗传 你知道好像说 美国的医生 他会问你 你父亲有什么病 母亲有什么病 每一次填表都要填说 你父亲有什么病 母亲有什么病 就是遗传 或者你祖先有什么病 都是遗传方面的问题 那么肾功能不好的话 我觉得也很惨 因为洗肾都要四个小时 躺在那里 你说两三天 就要损失掉四个小时 躺在那里 真的是人间地狱 而且是很痛苦的事情 他们现在都是要装这个 好像说在这个 先开始是要这边 从这边开始 然后这边以后 轰来以后要从这边 要索备还要装一个 好像是说洗肾专门用的 这些东西 所以讲起来 这是很可怜的事情 有的洗肾也是从脚跟鼠息的地方 有从那边开的 也有从这边开的 也有从这边开的 我看了很可怕 所以平时我们做肾脏的运动 就是顾肾 顾 摩擦 一百下 你能够摩擦更久 那更好 我是用 不是用手背 我是用手掌 我是用手掌 因为手掌热 手掌才能够热 手背这样子磨会脱皮 但是你千万不能给它磨到脱皮 告诉大家不能说 这个方法很好 我就做久一点 给它磨到红 肿 脱皮 引起皮肤敏感 那你来怪我 你不能怪我 对不对 我教你说 四壳子 每一件事情都是四壳子 你不能说 我叫你眼睛转 你就一天 干脆我一个月 出去旅行 我干脆一个月 全部把它做完 以后就不用 出去旅行 就不用做完 每天不用做 不是这样子 要平均 每天有恒 有恒心的 这样子做下去 几个法了 七个法 每一个法都很简短 都很有意义 都可以帮助你 而且都很简单 你们听了 就明白了 因为它确实是有功用 那八大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现在也是 也有传出去了 但是 要是金母讲说 不可以忘传 不可以忘传 就是所谓的神水法 神水法 那么神水法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使你的前身 的明点 什么叫明点 密教我们叫明点 什么叫明点 所有的分密物 全部是明点 我们胰脏有胰岛树 对不对 口有唾液 盐有泪水 身体循环有血 天心有菩提心业意 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 它都会昏迷一种东西出来 胃有胃 胃脂 胆也有胆脂 肠子 它本身也会昏迷一种东西出来 它会帮助你消化 会吸收 胃也是一样 会昏迷一种东西出来 帮助你消化 帮助你吸收 唾液也是 你吃一个东西 你吃一个东西下去 跟唾液柔和在一起 它就是在帮助你消化 那么我们年纪渐渐大的时候 它的唾液会减少 我们的昏迷 身体的昏迷会不正常 和门也会不正常 当你念了神水法 就可以把这个和门给它增长 就是昏迷会出来 所有的昏迷 所有的器官 都会 练了神水法 帮助你昏迷 帮助你昏迷 一直在昏迷 一直在新陈代谢 一直在昏迷 老人家讲话 经常要咳几声 咳几声 然后才可以开始讲话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没有唾液 它口已经干掉了 为什么会有血糖不正常 因为你胰岛是新陈代谢 你昏迷不够了 你胆意没有昏迷也很危险 胃意没有昏迷 你胃也不能够消化跟吸收 所以神水法 它能够帮助你 新陈代谢 所有的明点 突然之间通通都出现 循环重新开始 姚石金母跟我讲 她说你练这个法 只要练满一年 你就有免疫症 任何感冒都不会轻换你 这个就是神水法 跟我们密教的宝瓶器 非常的相似 非常非常的相似 当你修神水法的时候 你的这个神水 能够灌溉你的五福六丈 灌溉你的五福六丈 所以以前 有一个传说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少女 年轻的少女 在打一个老头子 用鞭子抽 打那个老头子 他就骂那个少女 他说 年轻年纪那么大 你竟然用棍子 打那个老头子 那个少女 回头跟大家讲 他不是什么 他是我的儿子 那个老头子 是那个少女的儿子 为什么 因为老头子 拖懒 不练神水法 所以他老成这个样子 那个少女练神水法 永远的青春 瑶泽金母 是等我到六十岁的时候 他才告诉我这个法 他应该在我 三十岁的时候 就要告诉我 六十岁告诉我这个法 我哪有办法 我已经是犀牛 犀牛 他们讲说犀牛 哇 我惨啊 我一听到犀牛 我就很伤心 这个神水法 要是金母跟我讲 你找人传 你不要说每个人通通传 通通传的话 糟糕了 我怎么办 他说一定 因为人生老病死 多是会有的 不能说永远长寿 永远青春 你知道那个 我们那个王洛宾唱的那一首 我的青春小鸟 飞去就不回来了 太阳一样的 从山那边爬出来 我的青春小鸟在哪里 没有 人生老病死 是四项 都会有的 老很可怕 我们只要防身 修这个法 只要防身 就是说人家感冒 流行性感冒 禽流感来的时候 或者流行性感冒来的时候 你有抵抗力 你有免疫力 你到哪个地方去 你都不怕生病 我就念这个法 我念一年多 一年多 快两年 我真的是没有感冒过 真的是没有感冒过 但是不能讲 一讲出来 明年就感冒了 一讲出来 就破了 破了 就不能讲 不能讲 要是金母跟我说 这个样子 大家念保瓶器 你现在还是在念保瓶器 大家一样念保瓶器 保瓶器很重要的 我以前不是教大家吗 说念保瓶器 然后 起菩提心业意 然后用菩提心业意 浇灌这个佐佛 让它做这个染滴的作用 我不是以前讲过吗 大家用这个方法 用这个方法 跟那个神水法 非常的仿佛 有的是我们保瓶器 本身在做的时候 好像吸口进来 这个上气下压 下气上提 提住了 那么提一阵子 提不住的时候 再把气 从鼻孔 敷出去 像两个佛一样 敷出去 两团佛一样敷出去 火气很旺 火气很旺 火降不下来 那怎么办呢 观想菩提心业意 舍底善耳 那个 唾意有下降 变成唾意 然后再把这个唾意 吞进去 以这个唾意 来降你的心火 我以前有教过这个法 那么你们用这个唾意 下来 去降这个心火 就火跟水 互相调和 也是密教的神水法 跟瑶茨金母教的神水法 非常的反复 很像很像 很像很像 你们先修这个法 自然也有 他的本身的 密教本身的功力 跟瑶茨金母的神水法 只差一点点 只有相差一点点 那么密教的这一种 保平气 跟调和 这个菩提心业意的 这一种方法 自然也是一种 长生的方法 也是一种气功 也就是一种 修气的方法 这样跟大家讲清楚了吗 本来有 瑶茨金母八大法 我讲了七大法 已经把这个秘密 你透露的七七八八 神水法已经七七八八了 你两年没有口水 两年没有口水了 没有唾液 人有病的时候 不会有唾液 人老的时候 不会有唾液 这个是自然的一种现象 自然的一种现象 这个唾液产生 必须要是健康的人 唾液才会多 但是你千万不要把它丢掉 不要 吐口水是很不好的一个毛病 吐口水 吐痰 吐口水 都是很不好的一个毛病 除非你生病 吐痰 吐口水 都是不好的毛病 那个是很珍贵的东西 也就是名点 唾液也就是名点 所以唾液能够滋养你的前身 让你的皮肤很细很润 又白又润 皮肤又白又润 它不会老化 不会有皱 不会怎么样子 都是靠它 靠这个昏蜜 靠你身体的这些名点 和门也是名点 那你刚才讲了说 没有脱意怎么样 甘焉 甘焉 甘焉就是怎么样子呢 观想有名点下来 虽然口中没有脱意 你也要甘焉一下 甘焉一下 往这个胃 往你的济轮 推动 甘焉 就是说没有口水 你也要焉一下就对了 知道吗 我以前也是 也是没有口水 我现在讲话都有口水 我现在跟你们讲 我都一直在吞口水 我们看到食物的时候 烤吃 或者看到这个芒果 芹果 你会流口水 那个就是名点自动的流下来 那是年轻的 老了的话就不会有 或者有病也不会有 名点 和门 所有的昏蜜 全部都是叫名点 拓意也叫名点 没有了 甘焉 老师金母讲 我以前也是 这个拓意很少 渐渐的 修了以后 拓意就渐渐增加 那个有问题 这一点我倒是没有问他 应该是这样子了 好像不要去管说 哪一颗牙齿都要碰哪一颗牙齿 不要去管他嘛 对不对 好像这样比较自然一点 你假如管他哪一颗牙齿 要碰哪一颗牙齿 就碰不起来了 OK 你胃都割掉了 胃割掉三分之二 你就不去管 胃怎么样子 你意思是讲说 那个 消除这个癌瘤法 是吗 那你还是按那个地方 按那个地方 然后你也是念 也要吃金木 然后你观想 这个 他变成一个轰潮 那蜜蜂飞出去 那就不会再复发 不会再复发 很对不起 这个两年前 就是今天以前 所发生的 我没有办法去救 没有办法去救 今天以后发生的 你们可以 好像是说 受灌顶的 你们就可以做 你们就可以做 好 好 对对对对 对 其他的法 就在不同的地方 这么多问题 好 你们讲 他讲到这个 导致一个重点 好像是说 保瓶器是吧 跟好像是说 让菩提心愿意下来 一天要做几次 不超过二十一次 不超过二十一次 在二十一次以内 都可以 我是这样子 我的做法是 我早上五次 中午五次 晚上五次 观想他递下来 会有脱衣下来 然后要把脱衣吞进去 吞下去 二十一次 不是不是 一次而已 那个就是一口 一口气 那个叫做一口气 修一口气 那要修多少口气呢 就是要修十五口 我是修十五口 那你们自己 本身来讲起来 看你们的时间 因为你们时间 假如是说 多的话 时间够 我一天 修五口 那早上五口 中午五口 晚上五口 我是这样子修的 那么一共修了一年多 快两年 这样 我们在旧的时候 有没有观赏 摇齐进墓 或说 本尊 险仙家在头顶 站下来 这个菩提心乐意 也有人这样子做 也可以的 你有时间 你时间很多 或者你就是 合掌一下 念一下摇齐进墓 你就开始做了 你有时间 你就观想 要摇金母柱顶 密教有法 就是 本尊柱顶 坐在莲花上 那么有莲梗 插入你的天心 那么这个天心 就通到你的心 那么就有 这个水滴下来 有这个甘露水滴下来 不是本尊留下来 在说的致癌法 是在金母像前 但如果没有 供奉金母像的话 可不可以观想 金母在面前 然后再做 那金母像很简单 那边就有 那活祭部就有 你一小尊 最小尊的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每天一杯水 点香 不好点 不要点 没有关系 一杯水 新陈则灵 新陈则灵 有些人 他们有这个心去给血 但是还能不能去 像抽血 给血 你知道 像donate blood 减血 我想 减血这个事情是 你造血机能很好 你本身的造血机能非常好 是可以减血 因为每个人都有造血机能 年纪大了 你造血机能就会差一点 一般年轻人 身体好的 都有造血机能都很好 你抽掉多少 他会造多少 出来补充的 从你的所有营养的东西 出来变化 然后他造血机能 所以 捐血 可以 有问题 颈骨神经痛 可以用这个法吗 他说 脖子神经有问题 可以修这个法吗 颈骨 颈骨神经 脖子的经 尘骨神经 尘骨神经 是没有跟我讲说 这个能够治怎么样子 但是你有诚心 菩萨就有感应 好了 还有问题啊 师师问想请问一下 你做宝瓶期的时候 你刚刚讲说这个水 这个什么水 是什么时候观想 就是你做完以后 观想好了以后 然后再观想这个气 这样下来是不是 然后再把那个脱衣吞下去 是不是这样子 以前我有教过 这个法我有教过 是不是 也就是说 在 这个当气下去的时候 你赶快 顺着这个 咽一口意 下去 是不是 好 就咽一口意 下去 对不对 那就是 水跟佛 水跟轰在一起的 也就是 龙跟腐 在一起的 也就是水跟佛 互相交融 那就是在开始的时候 就开始观想这样子 OK 对 OK 好 谢谢 我今天要讲到十一点 我们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那个耳朵 做耳朵 耳鸣鼓法 是不是一定有固定的时间 第一 第四个 你只要 因为这是怕你忘掉今天 就是怕你忘掉 OK 每一天要做 所以才给你固定时间 如果你不会忘掉 你一天做一次就好 OK 但是害怕就是说 因为 因为这个时间到了 我们知道 这个时候应该要做 这个耳骨法 明耳骨法 就要做 那你假如是说 让它随意 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你有时候它 你一玩 就时间就过去 今天就忘了 不要紧了 那肾脏的也是一样 没有固定的时间 肾脏就是洗澡的时候了 OK 谢谢 胸腺 记 跟背后 都是洗澡的时候 这三样 洗澡的时候做 很快的 你在还没有洗澡以前 你就已经做完了 就进去洗澡就对了 阿弥陀佛 这个姚子金母 感谢他 这个菩萨慈悲 姚子金母慈悲 希望众生都得到利益 阿弥陀佛 谢谢